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看您 最近怎么样 生意还行吗 你离开以后一直不太景气 现在呢 是刚刚有点起色 我刚买了两个专利项目 都是绿水系统的 肯定赚钱 你看你越活越年轻了 昌虹 你找我有事吧 是的 什么事 说 我想跟你借钱 多少 一百万 昌虹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是啊 为我的亲戚还债 公司的结构 你是清楚的 是半工半私的股份制公司 这钱的往来 这管理很严格 就是我答应借你 可公司也不会同意 袁总 你看这样行吗 我把房产抵押在你这儿 就算你解决我一下燃眉之急 我那个房子不是新房子 可是地理环境都还可以 也起码值个一两百万的 这么多年了 我也没有向你开过口 好吧 我跟其他几个股东商量一下 你等我消息 谢谢你 袁总 不客气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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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钱了 借着了 一百万 是啊 明天就可以去拿支票了 还乐呢 那叫一百万呢 立华呢 在里屋睡了 昨儿折腾一天 再这样非病了不可 走 咱里屋说去 嗯 你拿房产证干什么呀 我把它复印了一份 明天带着房产证去见袁总 你把房子抵押了 带着那一百万 期限是两年 两年以后还钱 你不同意 张红啊 你想过没有 到时候咱还不上怎么办呢 这不是没办法吗 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心情跟你一样 我也想救罗胜 可是咱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一个底线吧 一百万呢 咱们这个条件怎么还呢 我跟你说个实话啊 我在公司负责的项目 都让赵总传给别人啊 我随时都有失业的危险 陈青上大学 需要很多钱 咱们可以委屈自己 但是咱不能委屈孩子是吧 其实我最心疼的是你呀 万一你要是病了 没钱治 你说那是我心里 难受不难受 姑 姑你们不能这么做 不能拿房产顿去抵押姑 丽华你起来 你听姑的你起来 姑我的家已经被毁了 我不能毁了你们的家 丽华 丽华 你听我说的 袁总跟我是老同事 我们即便还不上钱 他也不会太难为我的 姑 我去找罗宇 我去找他拼命 我去把房子要回来 世界来不及了 莉华 世界来不及了 世界来不及了 哪让他们去干罗宇 我罗宇他都不怕做老 他是自尊自受 丽华 静点你听我说 钱是能挣回来的 是不是 罗宇能够平平安安的出来 就能挣到钱 我们就能还上债 你知不知道 姑呀 我姑父说得对 你人体不好 我家里也不宽 孩子还要上探学 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丽华 咱们都是一家人 姑 你别哭 你听不说 姑都想好了 即便我把这个房产抵押了 我也不怕 陈强不是长大了吗 我们俩也无牵无挂的 真的要是我们碰到了困难 我们住到 住到你那去 咱们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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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警察同志 这是一百万的支票 麻烦你们转交给萧总 好 您放心吧 我们会妥善处理的 那罗胜大概要几天以后 才能释放啊 很快了 她态度不错 我们已经酌情 对她进行了宽大处理 谢谢啊 不客气 警察同志 那罗宇呢 罗宇你们会怎么处理 这个案件正在审理当中 我们现在还没办法下结论 不过您放心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 她的问题并不严重 不严重啊 她的主要问题是绝无不高 包庇了坏人 让罗胜顶罪的不是她吗 真正的主谋是王海 据王海交代 罗宇只不过是把罗胜 介绍给了她 起初 罗宇还强烈地表示 反对才这么做 谢谢啊 不客气 罗胜 毁化 我叫你 出来吗 儿子回家了吗 姑關 姑父 谢谢你们了 罗盛啊 通过这件事 可真是要吃一千掌一掷了 行了 回家 走 姑 姑父 你们先回去吧 丽华跟我结婚这么多年 除了杨县哪儿都没去过 我想带她到城里走走 行啊 带着丽华好好玩玩 吃点好吃的 来 丽华拿着 姑姑和姑父给你的锅 一点心意 一点心意拿着 拿着吧 拿着吧 那我们去了 走 走 咱俩走吧 罗盛出来了 出来了 她姑姑罗长宏 拿自己的房子抵的债 一百万 她估计有这实力吗 有没有这个实力我也不清楚 但是这个法子 也只能解个燃眉之急 她真是喝苦的 他们罗家人都这个性格 正好 那儿啊 你帮我约一下罗盛 我想请她吃个饭 舅 您想帮她呀 行 这事我去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怎么只买一瓶啊 我不渴 你喝 你喝 你先喝 好 我喝 多喝点 更甜 说实话 在那里边呆着可真不是滋味 你说我原来也没觉得怎么样 进去之后啊 我是真想你了 也想儿子 想咱那个家 你俩那个影子呀 就时时刻刻在我眼前晃了晃了 我赶都赶不走 我骡子幸福啊 这辈子能娶上你这么个好老婆 多大的福分 我可不是装出来的 这叫真情流露 我算想透了 其实人这辈子苦不怕 怕的就是孤单 我不孤单 我有你这么个好老婆 有好儿子 有古总 还有唐永兄弟 那么多人帮我忙的 我怕啥啊 骡子什么都不怕 是不是 是 骡子什么都不怕 骡子在拘留所待着 都快成演讲家了 还一套一套的 我有这么多好兄弟 是不是 在那边带着烦 我就想跟人说话 想跟你说话 说得三天三夜 来 李华 我这一出来 这萧老板跟罗宇 会不会找咱们的事儿 那一百万 会不会让咱们退回去 不会 不会 姑姑 姑姑都帮我们解决了 姑姑解决的 怎么解决的 她用她的房产做抵押了 这事儿你知道 是 那你为什么不去阻止呢 我阻止了 可是 可是她不听我 可是什么可是 姑姑是个年过半百的人 你让她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你糊涂 罗子 罗子 姑 罗盛 怎么了 跟丽华吵架了 姑 您为了我 把这房子抵押了一百万 为这事儿啊 你知道也好 本来就没想瞒你 姑您不能这么做啊 绝对不能这么做啊 什么绝对不绝对的 事儿都做了 白纸黑字都写了 这不行啊姑 别激动好吧 坐下来慢慢说 这不是激动不激动的事儿 那行了 等你平静一点儿 咱们再说 姑 咱们走 去把房产证要回来 你还以为孩子过家家 想拿就拿想娶就娶 这是法律生效的 您都是年过半百之人了 我能让您替我背这个账吗 你这家是骂我 是在羞辱我罗盛 我不是你姑是吧 你是不是没有把我当成罗家的人呢 正是因为您是我姑 所以我不能让您替我背这个债 丽华自私 光从自己考虑 所以她没阻止你这么干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啊 丽华怎么自私了 是你自私 你太自私了 你给我站起来 丽华哪自私了 是你办的糊涂事儿 你往人家身上推 我是错了 我千错万错我都认 但是我就是不能让您替我背这个债 谁愿意替你背这个债了 如果不把房产证要回来 我现在就回去留所 我说到做到 你去啊你回去啊你 我告诉你 你要是回去了 没人来救你 你死在一起都没人来看你 你看着我干什么 你去做你的大英雄啊 你进去啊 人家问你你是为什么进来的 你说 我是为了替我爸爸还债来坐牢的多英雄 多光荣多伟大呀 你成了天下第一大小子了好不好 不 你冤枉了 我真不是这么想你 可你就是这么做的 多胜了 你不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你虚伪 你自私 别说来过 我说到你痛楚了是不是 你想把自己做得尽善尽 你让丽华和罗望怎么办 他们怎么跟你一起过日子 你让他们受苦受累 还要受人家的白眼 人家有家不能团圆 我说一句你不能接受的话 你跟罗宇 没什么两样 罗宇是把钱 看得比命还重 你呢 你是为了自己的名誉 不惜牺牲亲人的利益 你真是冤枉了我是吗 你别叫我姑 你给我出去 走得越远越好 从今才开始 我没你这个侄子 你没我这个姑 我是真没想到 姑会发这么大的活 姑这么做 是为了保全我们这个家 可咱不能再前来姑了 小唐说了 说姑老板答应要帮咱们忙呢 人家跟咱们非亲非故的 这么大一笔数目怎么帮啊 这事你就别操心了 讨债的事交给我 你赶紧回老家杨健去照顾咱儿子 行吗 你讨 讨了这么长时间 把自己都讨到监狱里去了 也没见你讨过来 这事需要时间 我不想等 这种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了 我跟你说 儿子要真考不上大学 我宁可什么都不要 他们不让咱们过好日子 他们也别想了 不是 丽华你想干啥 干啥 大不了大家鱼死网破 大不了大家鱼死网破 唐勇 老公 兄弟 大哥 我听见你还往哪儿藏 你给我出来 兄弟 大哥他们想死你了 大哥 大哥 哎呀 我的抱抱呀 大哥大哥大哥 哎呀 哥 这没见瘦啊 没瘦吗 我在里边 该吃吃 该喝喝 该睡睡 当然瘦的 刀甲脱腾 照样睡 那是 大哥 我想你 哥也想你啊 哥这辈子有你这个兄弟 吃了 哥 赶紧上车吧 好 好 上车 上车去吃早 快 走 老板 卢生啊 我在山海打拼这么多年 人变得很现实 在我看来啊 所有的人 无碍户都是一样的 天下兮兮 皆为力来 天下养充 皆为力吧 你 让我看到了一个 不为钱活着 为义 为情活着的人 顾老板 罗胜 就是阳间的一个普通百姓 跟您相比 我算不得一个成功的男人 论成功要从哪个方面看啊 从挣钱的角度 你不如我 从做人 做一个男人的角度 我不如你 说说吧 今后有什么打算 大工 挣钱 还债 用这张支票 去把你姑姑的房契赎回来 还给你姑姑 好 顾老板 罗胜 谢谢 别别别 别别别 来来来 我 你听我说 你坐 你罗胜 披富还债天天地义 是吧 可你姑姑 也是你的长辈啊 你用她养老的房子 做抵押还债 是替父亲来笑的 可在我看来 你这个笑话 近的那个 不究竟 是吧 还是照我说的去办吧 我们是兄弟 啊 我有这个能力 成全你的笑道 这支票我收下了 日后这情愿 以我生如数分还 谢谢她 老板娘 外面有个女的找您 你认识吗 不认识 不认识 老板娘 老板娘 外面有个女的找您 你是滕香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豆丽华 是罗胜的老婆 是嫂子 你看 快快快快请坐 真是大雪成了龙王庙 自己家人都不认识自己家人了 小雪快去 去去去去去 要最好的啊 快点 嫂子 看你这脸色 是对我们有怨气啊 嫂子 这罗宇跟罗胜哥之间啊 肯定是有误会 对 兄弟之间有误会 那是正常的 我今天来 就是找你解决这个误会的 嫂子 你说真不巧 这罗宇 他不是进了拘留所了吗 你说他们哥俩的事 咱们筹力之间怎么解决呀 其实要解决起来也很容易 把爸留给我们的房子 还给我们 房子 什么房子 不 爸就留给我们俩一起修厂 没有房子啊 嫂子 那照你的意思 是罗胜屋中生有了 那这话我就不能说了 那照你的意思 是房子 你不打算给我们了 嫂子 这事呢 是他们罗家的事 我这当媳妇的呀 管不着 那行 既然你管不着 那就把罗宇叫出来 对 嫂子 你这不是诚心跟我开玩笑吗 我都说了这罗宇在拘留所呢 那好 那我就住在这等他 行吧 嫂子 嫂子 你要是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了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都是自家人 有什么好客气的 嫂子 是这样 你看 我这儿呢 它是洗浴中心 人多又乱 你说你在这儿 万一出点什么事 我怎么跟罗家人交代呀 你这话说得在理 要不这样吧 我去你家里等 您家钥匙呢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我告诉你啊 我没工夫跟你闲扯 你赶紧走 我还得帮我们家的房子还给我们 不是你是成心来闹事的是吧 本来不想 是你们逼的 走走走走走走看 神经病 站住 别想溜 房子的事情不解决 谁也别想消停 干什么呀你 你不就是一县城里来的臭裁缝吗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呀你 站住 你不是搓澡堂的老板娘吗 我拉你会脏了我的手呢 神经病 站住 你别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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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路 大哥 走直线 没事 吴老板 好人 今天 今天 是我 哪天啊 走 孙明健 喂 是我来到锦城 心里最痛快的一天 真的 你说兄弟啊 你跟古老板 怎么就对我罗子 这么好 我更应该好好干 我不能辜负古老板 对我的一片好心 大哥 你这么说 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兄弟 你说大哥要是做个 小买卖行不行 行啊 大哥 你做买卖有先天的优势 不是 不是 我是这么想 你嫂子在阳县 她会采风扇机 我把她从阳县弄到锦城来 搞一个什么 服装加工厂 说不定还行 大哥 这是相当行 只要你跟嫂子来锦城 开服装加工厂 弟弟跟你保证 不出两年 找你们的客户推都推不出去 真的 不过这话说回来了 在锦城开服装加工厂 可不比阳县 再小她也需要成本 比如说人工啊 设备 原材料 这等等等等 都需要钱 你说大概需要多少钱 这怎么着 也得四五十万吧 四 那么多 不过 阿姑 阿姑 你快来啊 你快管管她 把她打我 阿姑 你们这是干什么 阿姑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找她要房子 你要房子 你要房子是怎么要的吗 你要房子得要用策略 阿姑 策略 什么意思啊 您还教她们策略 还是姑 岁数大老谋 深算组日多谋啊 你们准备用什么策略啊 你们准备杀人放我 还是打钱 还是干绑架啊 策略杀 你是个女人啊 女人要厚道要激口德 他们都这样了 我激什么口德啊 我 你怎么了 你说清楚啊 姑 我看你真是生命不细 战斗不止啊 你是不是只要还有一口气 您都准备跟我跟罗宇 斗到底啊 行啦 你们吵 你们吵 还我房子 你还我房子 我说了一百遍了 你们罗家的事 绑架跟我要 这块是你说的 而是我说的 怎么来怎么来啊 好 好 既然是没关系 那你就看着 你要干什么啊你 不是 干什么啊你们 不是 你们要干吗啊 我不活 莫宇 你快回来吧 你干吗 我不活 莫宇 你快回来吧 你看看 他不可能过来 你干吗 我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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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回电话来 激活 我不活 我不活 你给我回去 回去 我不活 我告你还我房子 行了 我 妈的 一群神经病 表嫂 我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滕湘这么狼狈呢 还幸灾乐祸呢 不管怎么说滕湘也是你表嫂 看你们打成一锅粥还乐 真是确信眼 动过鞋手 丽华 咱们以后啊 这种失身份的事 咱们不能做 好 嗯 顾 顾 我就知道了 您不会不认我这个大侄子的 我知道了 你不会真生气的 我给您看样东西 对 方产证 顾老板用他的钱垫上了 替您把他输回来了 等我日后有了钱 我再慢慢地还顾老板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呀 您跟我姑父辛苦了大半辈子 就落了这么套房子 你姑没股老板亲是吧 不是姑 不是 这债是我们欠下的 我们不能让您和姑父老了老了 没房子住呀 我们怎么就没地方住了 这不住着吗 即便这个房子没有了 我和你姑父也可以到杨县去住啊 跟你们住在一块啊 太好了姑 我们还巴不得呢 巴不得你去我们那住呢 这还巴不得什么呀巴不得 你说话你 那两回事 姑 你看 您跟我姑父 按说到了这个年龄 应该享受天伦之乐了 我是您大侄儿 丽华是您侄儿媳妇儿 我们应该好好地孝顺您才对呢 我是你姑 我是您侄儿 所以就应该孝顺您 对不对 姑呀 您就依着她吧 她这个人呢 她绝境的事情 别人都很难改变的 我嫁给她二十多年了 我了解她 她是一个 把琴子看得比钱还重的人 自要面子活受罪 这回这事 您就依了我 完毕归照了给您 咱开个服装加工厂吧 你做梦吧 做梦怎么了 做梦又不要钱 我还不敢做头梦 你听我说 我都调查好了 锦城这个地方的人穿衣服啊 爱穿那个烂马气躁的 五花八门的样子 你呢过去在阳县 当过服装厂的服装厂 做唐装 做中式服装 你是拿手 这种衣服 只要在锦城一上市 你放心 绝对有效果 能成吗 能成 我的手艺没问题 可这是锦城啊 锦城怕什么 那你说 开服装厂要多少钱 恐怕得四五十万 四五十万 别说四五十万 给你这么一折腾 咱家现在连四五千都拿不出来 所以啊 所以我就想 咱把阳县那个房子 咱先卖了 咱那房子不值四十万吗 卖了之后呢 那二十万给古老板还债 这二十万咱透到这个服装厂里边去 房子卖了 我跟儿子住哪啊 你和儿子先租一间房子住啊 咱儿子学习成绩好 两个月之后高考 考上大学就住学校了 你呢就来锦城 你天天的踩着缝纫机 我就在旁边看着你 咱俩再也不分开了 多好 不行 你想都别想 你别打房子的主意 我们家现在穷的 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这个穷窝窝窝 要是没有房子 咱啥都没了 李华 来锦城这段日子 我算是开了眼界了 锦城人过的日子 为什么咱就不能过呢 锦城人住的房子 为什么咱就不能住呢 我骡子就不相信 也许 正是因为 替爸背了这一百万的债 才让我产生了动力 我一定要让你跟儿子 过上好日子 好 大家 是二叔啊 罗宇不在 我知道 知道您还来 我手里可没有二帅 我是来看看他出来没有 二叔 这有些话呢 赵李他轮不到我这晚辈说 问题是有些话他不能不说呀 人啊 得知足 人心不足舌吞向 关键是大象吃到肚子里 他得消化得了啊 我真是来看他呢 二叔 您要是真心疼您侄子 您就到居留所里去看他吧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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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 姑父 我们走了 回去吧 一路小心 回去以后想开点 接着罗宇要考大学了吧 那才是个大事 别耽误了啊 姑 姑父 让你们跟着我们受苦了 放心吧 我们听你们的 行啦 行了 走吧 过几天我就回来 姑父 我走了 姑父 我走了 走吧 回去吧 哎 一路乘风哈 哎 儿子 爸 给你帮我开门 小汪 爸 妈 喂 我翔子流了 哎 你帮你 让妈看看 让妈看看 瘦子没有用 哎 对了 爸 妈 你们等一下啊 什么事 快看 冠军奖杯 这是全线作文比赛的冠军 你儿子我得了 哎呀 丽华 你看这儿子多争气 是是 争气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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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妈背一起穿 哎 爸上了就说了 只要我儿子拿了冠军 驾 那就背你啊 驾 你没事吧 爸 没事没事 你爸高兴了 快快 快给爸倒杯水 哎呀 我儿子拿奖了 爸 妈 你们怎么才会来 我饿了没有 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想吃什么呀 儿子 酸菜鱼 妈妈豆腐 鱼 我去买去 好 哎呀 快快 您睡 来 哎 我 真是爸的好儿子 真给你脑子争了 你写什么了 你就写了个全线第一 我写的我的爸爸 你爸有什么好写 那当然了 我爸在我心中 那是敢做敢当的真男人 写你爸都能写个全线第一 那要写你妈 还不得写个全国第一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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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师 我说罗盛 这匆匆忙忙的回去 好像还为了其他什么事 不就是罗旺高考的事吗 好像还有其他什么事 你说还能有什么事啊 我的预感 他们会把杨县的房子给卖了 不可能 他卖了房子 罗旺丽华住哪儿去 你再说罗旺面临高考 要卖也不能现在卖 说的也是 好了 齐了 儿子 今天高兴 爸特批你 少喝一点 别让小孩喝酒 没事 特殊日子今天 我今天都得冠军了 对 为儿子拿全线作文比赛第一名 干一杯 干杯咯 哎呀 你别喝这么猛 当心醉了 没事 今天就是醉了也值 我儿子的好日子 对 罗子 你想说什么 儿子 爸给你上了个事啊 嗯 你喜欢锦城吗 有啊 那爸和妈搬到锦城生活 你同意吗 妈 我爸这刚喝酒 怎么就醉了呢 锦城房子那么贵 咱们家怎么买得起呢 儿子 实话跟你说 你现在长大了 爸这次回来 是打算把咱们这个房子给卖了 爸 咱把房子卖了 咱就没家了 谁说没家呢 有家 只要你妈 你我 咱们一家三块在一起 家永远都在 咱走哪儿哪儿都是家 咱们住哪儿啊 我想好了 在阳县 先租上一套房子 让你妈陪着你在这儿复习功课 考上大学之后 我给你妈搬到锦城去住 爸 妈 你们真的要去锦城生活呀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潜流 锦城的日子好啊 这好是好 我就老舍不得咱们这个家 你以为你爸舍得 你以为你爸舍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